明星宇宙的時間營光幕 見到星船師傅 大家好 師傅 上一集我們講台海局勢 大家可以回到上一集去看 似乎都見到接下來的星象已經反映了一個不穩定的週期 當然大家可以理解到不穩定是有什麼解讀 大的可能會有戰火的問題 或者經濟上的大家互相影響之類 都希望上一集可以給大家多一些資訊 今集就是我們按照這件事的推演 再推下去 之後在這個 Zoom 遠一點 Zoom 大一點 之後對未來的世界局勢又會怎樣變化呢 請教師傅 好 看影片的觀眾朋友 希望你們立即訂閱我們焦點FMTV的YouTube Channel 我們是一個知識綜藝的網絡電視平台 希望接下來的影片和視頻 會繼續可以帶到更多的資訊給大家 新一年我們迎接五周年了 希望大家可以盡快訂閱和支持我們 今集我又跟大家介紹一個術數的概念 上集就說了一個春夏秋冬重環圖 其實每個五行都有各自的黃衰死的生的地方 上次講的那個木 上次講的那個就是木的黃衰 木就是生在水裡 黃就是木的 衰就是火的 金 我叫做死是金 那這邊肯定是此消比上的 這個黃肯定是那邊衰的 其實我們看看金的 金跟木剛剛相反的 它生在火的 黃就是金 衰就是水 死就是木 這個循環裡面沒有土 所以金是生生火的 跟那個五行不同 因為這個只有四個 所以金生在火裡 這個大家要記住 知道這個圖 我又墮入這個地址 我今集就講這兩個地方 就是西歐和中東 直接墮入局數 還有以前的歷史是怎樣走 看看這個 在水局的時代 原來西方出現了一個西羅馬帝國滅亡 那時候是被外族入侵的 到1969年左右 木局原來是阿拉伯最厲害的 就是那時候 麥克馬德在那裡出現 然後到火 火火木的時候 阿拉伯就開始亂了 但是到西方 法蘭西、意大利、德意志 就開始出現了 到金火 神社內馬 帝國建立 然後到純金的時候 阿拉伯被人攻陷了 西方就開始十字軍東征了 是首四次 在金局時代裡面 首四次打贏的 不過呢 去到金水的時候 應該去到金水 金水還是 第四次十字軍東征 還是打贏的 純水的時候 開始打輸了 然後蒙古也出現了 整個世界都亂了 不過 中東那邊灰火很快 但是到木的時候 奧斯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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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出現了 成為一個大的帝國 那時候 西方 還是很兜 到火 奧斯曼 就開始停止 擴張 到西方 就開始出現了 大韓的時代 從金火 就是工業革命開始 到現在 剛剛過去的金局 就是西方國家 稱霸世界 這個循環局數 兩個局數 都很配合這個循環 都很配合五行循環 其實都看完循環 我們在推考 推考到出來 到金水 水的 就是西歐應該會開始 就是水敗了 但是中東 這個現在雖然很弱 但是張惡在水局 預料到張惡 可能越打越勁 到木的時候 就可能是中東 會勁比西歐的 那究竟哪個國家 會贏出來 因為中東現在很多國家 可能土耳其 敘利亞爾克 伊朗 沙地 甚至以色列 都有機會 因為他現在的位置都在中東 會不會以後 以色列做了霸主呢 都不奇怪 這個太長遠了 現在就是 說不定了 還有一個可以再說的 現在水局時代 水局其實都有自己的霸主 自己的霸主 我又看回歷史 第一個水局事實後 中國那邊危將南北朝 又是一些北方 又沒有民族入侵的時間 在西方 有一個政權的空人帝國 阿拉提國叫上帝之邊 那時候西歐人很害怕 阿拉提國是靠現在俄羅斯的位置 金水下一個局勢 下一個年代 就是蒙古 蒙古那時候 中國 和西方 都被蒙古搞得很頭痛 現在 我們看到的比較厲害的 北方的國家 是俄羅斯 現在水局剛剛開始了 我這裡就預計 以後這個水局時代 應該是俄羅斯會佔休 是 是 很可能變成現在第一個世界強局 是俄羅斯也不出奇 嘩 猜不到 是 這個出人意料 猜不到 因為大家都一個理解 普京始終在烏克蘭戰線 好像拖死他 之前 現在的膠著 就是他好像死與不死之間 因為有時候 現代的資訊就是這樣 太發達 正正因為太發達 所以你有你講 他有他講 然後大家有大家講 其實都是講大家互相最有利的東西 是 是 沒錯 所以你真的很難猜究究 究竟他應不應 這壇事 但如果在一個 占星的角度 反而原來有這樣的畫面 我剛才聽到你這樣說 我都打了一個打 這個其實 就算我不下結論 我也是純粹講歷史 我歷史以前真的這樣走 未來 我相信 都是這樣走 都是跟著天道來走 人類發展的歷史 是 我可不可以這樣去問呢 即是那個所謂的一個強的地方 是他的威勢 國力 還是經濟 這個應該是國力的 是的 還有這個時代 是百多年的這個水國時代 所以我估計 未來起碼 俄羅斯都有 四五十年 四十到五十年 再有強勢 是 還有補充 現在離火九運 是 離火九運 下一個是 一運 一運熟水 用回中國的元運 都是北連強的 即是 未來四十年 都是北連強 我覺得這兩個 互相印證 俄羅斯 應該都會持續強盛幾十年 即使普京不在這裏 換了第二個 可能更厲害 那麽厲害 這麽厲害 這個 我覺得 真的 鼓勵不了 這不是作笑 我聽完 我都要消化一下 是 這個 我相信沒有什麽人 原來教你 這樣推敲 是 但這個我都是 有根有根 都說不是 純粹教你 是 是 在這個學理那裏 再說出來 當然 你說 喂 俄羅斯強勢 那是否一定是全球 為他獨尊 這樣 那不一定的 那你見到我們 習主席 死抱著他 不放 可能習主席 就是 學你一樣 早著先機 是不是 見到 那中國 其實在水 其實是不差的 因為 中國是 木生於水 是 慢慢會上來的 是 只不過 第一次 還未撕 暫時不太快 是 所以大家 密切留意 密切留意 我覺得 都是相當有趣的一件事 所以 又希望這個資訊可以幫到大家 都是好事 你看到 在我們香港政府現在的政策來講 其實他都很歡迎俄羅斯的公司 例如來港上市 或是科技促進 政策之類 始終現在大家都一定要不得不承認 就是我們國際化的都市 那個國際化和以前的定義 已經會有些不同 老實說 可能射向哪邊都是國際化的 對 沒錯 的確可以這樣理解 所以相當有趣的今集 我亦都希望以上的資訊 師傅的資訊可以幫到大家 下一集我們再跟師傅講講其他話題 好 拜拜 拜拜 看影片的觀眾朋友 希望你們立即訂閱我們 焦點FMTV的YouTube Channel 我們是一個知識中藝的網絡電視平台 希望未來的影片和視頻 會繼續可以帶到更多資訊給大家 新一年我們迎接五周年了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盡快訂閱和支持我們 再見